我年轻炸 台塑企业为响应政府保护渔业资源 这天跟园林区渔会在博子寮渔港 进行渔苗放流的活动 这次总共放了53万尾的渔苗 台塑企业也邀请四湖三轮国小的学生一起来参加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更重视海洋的环境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放养渔苗 所以我对这边不是很了解 但是放养的过程还蛮有趣的 然后让小鱼回到大海让它们成长 我们再抓回来 它们就可以变成我们桌上一道道美食 因为如果我们把小鱼让它回归大海的话 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鱼 也可以把它做成酱油可以配着吃 如果我们不太长抓的话 有可能大鱼会生出更多的小鱼 可以让它持续的增长 渔苗放流的活动到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 云林区渔会也表示 很感谢台塑企业十几年来的照顾 这几年来一夜资源也更加丰富 希望未来可以继续举办下去 疫苗放流这个活动已经进入了16年了 本年我们建立在台湾 散青木林的活动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因为现在我们世界海洋的资源越来越缺乏 经由这次我们台塑企业来每年定期的基盘 这个疫苗放流已经达成了我们这方面 沿海我们的疑惑有很明显的增加 今年放流的鱼苗已经累积到800多万尾 挑选的鱼苗也都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鱼种 也选择5公分以上的鱼苗 希望可以增加鱼业的资源 整整一定放750万块的鱼苗 今年放流可以超过800万块 我们放的鱼苗是经过合法的鱼苗厂 经过我们团队政府的同意 让人来释放 确保说这个鱼苗是健康的 我还算说5公分以上的 在我们港口家来释放 主要是说我们鱼苗可以美的测范里面 提高它的存活率 这样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鱼苗的一些资源 主办单位也呼吁民众 在放鱼苗的这个礼拜尽量不要去抓鱼 才可以让鱼好好的生长 海洋的资源是大家共同的财产 希望大家能一起来保护生态环境 记者陈嘉生采访报导